哇,還在路上誒,各位 誒,前面那個是摩天輪嗎 大家有看到嗎 誒是誒,是摩天輪誒 那這個摩天輪,這是哪裡 利寶樂園,哦,利寶樂園右線 我在台安服務區這裡 原來利寶在這,這裡在台中誒 現在好像遊樂場的標記都是這個摩天輪 所以大家都想要蓋摩天輪 我們去休息站休息一下吧 好,我們去休息站休息一下吧 那在五小時的部分天氣 目前都是一個景點 好,除了剛提到的奈牆一段 車流量比較大 往潮遠的方向 這邊路平坡也是 來到了40-60公里 這邊也可以增加日光 好,上車睡覺,下車尿尿 好,繼續走了 用最快速的方法 你為什麼這樣跑 不知道耶 應該走那一條 跟著這些車走好像怪怪的 是嗎 也是可以走啦 可是就是沒有從那裡往過來 可能是老馬仕途吧 應該是吧 為什麼就直接穿越停車場 好,各位我們繼續出發 過了熱拍,這裡一下子就到了 對 大概就到機場了 你不看一個多小時 應該就到桃園了 應該就到桃園了 原來今天是禮拜六了 嗯 我在想為什麼今天車怎麼好 但是今天是上班上課制度的 可能有的沒有補吧 補下個禮拜的 一定都要補課啊 一定都要補課啊 補課補班 會有人請假啦 請假的話 可能有看警車 警車 耶 他沿路的風景還看起來是蠻漂亮的 旁邊兩邊都紅紅的這個 那是洋體夾 那是洋體夾 洋體夾這個時候開發就很像那個 炸開之下有點引發的view 好,有點引發的view 粉粉紅紅的很好看 各位 然後在中間的話 這樣 可是我要爬上去了耶 天梯 各位前面那個就是 我被警察超車耶 警察跟你趴過去了 嫌我太慢嗎 你已經一百了啊 他開一百一一百二 在你前面超車 各位就前面這一段啊 這段那個晚上的時候 感覺那個車子啊 從這裡這樣看 好像大家要開到天上去 真的 那個 有一個好像那種 晚上你看那個車燈 整個往上的那個感覺 還有他那個燈啊 這段話你是不是講過 欸,對齁 欸,我是不是有講過這段話 各位,我有講過這段話 對不對 上次上台北的時候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 這個我 晚上以前人家跑 開到這條的時候 晚上開到 我就覺得 那個很有感覺 所以我到這裡的時候 想到再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沒有晚上開過 這樣北上 從這一段過去的朋友 其實你也可以感受一下那個景色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那我那時候一邊開出 我就想說 會不會這樣開一開一開 就開到 異世界去了 哈哈哈哈 開到那個什麼 以前那個 古早 時代 那些人的 那些冠魚 問天丁 蛤? 天丁這是什麼 這是 這是 南天門 南天門 那是穿越的點嗎 穿越的點 可以動在那裡嗎 市場可以穿越嗎 對啊 不是都會有這種穿越劇 或者說 在我們一直走 走到 忽然間 就到了一個地方 不是很多劇情都會這樣演嗎 塞車了 我其實這車還不少 不少 不少 還有110公里 啊 好 大曹菊還有110公里 而且應該兩間很高 對 各位還有一百多公里我們才會到機場 對啊,假日都沒考慮到一百六 好,各位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很乾嗎? 繼續看一看 各位,順便想說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好了 這是我們的 這次要出門的一個行程表 像這邊有這個 我們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這個禮拜要去哪裡 那是一個概率而已 一個概率啦 大概知道你那一天主要行程會走什麼地方 然後我們大概會在哪個地方這樣走 然後 當然我們就是會在現場看看有什麼樣的活動 還是有什麼景點 有趣的東西 然後我們再隨意去逛這樣 那除了這個 除了我們這個總錶以外 我們裡面其實還有一些 這個到時候都可以找時間跟大家分享 像我們 都有在準備 哪裡有哪裡 因為我們是自由行 自由行的話 沒有導遊帶 你去哪裡 在哪裡 把你放下來 給你半個小時 溜搭溜搭 那就比較不需要這種行程表 自己的那個旅行社給的那種很簡易 只有一張的有沒有 對 旅行社都會有一張啊 旅行社給你的那一張大概就是像這樣啊 一個 這樣總錶這樣啊 然後其他 他的內容 是他自己 有另外紀錄 或是照他腦牌裡這樣 因為每一次都要帶同樣的地點 他都是帶同樣的團 所以他到後面都已經記住了 他如果像那個旅行社 他今天如果是我們參加他的團 那這次他帶我們跟他昨天 可能他上個禮拜帶的 都一樣 其實都一樣 去吃飯的地方都一樣 對 所以之前 我有那個朋友 就是說 有時候說 你在當導遊不錯啊 很好都可以出去玩 他就說 對啊 但是當一個同一個地方 請去的幾次吃 上班吃 你沒時間都要帶不同的 都是去那裡玩的時候 就覺得不好玩 不好玩 他就覺得無趣了 對 那我們去自由行 最好玩的就是 自己去安排行程 對 自己走走 你看到什麼 你要待多久 對 你就是來到這裡 你看了 你覺得這個地方我好喜歡 我要多待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可以的 或是整個下午都在這附近逛 都OK 但是到旅行車的團 就沒有辦法 來 各位 我們在這裡 下車 這個地方 他會先介紹 廁所在哪裡 對 廁所在哪裡 所以我不夠專業 然後之後就會說 這個活動區域大概在哪裡 然後最後會在哪裡集合 集點集合 在哪裡上車 大家記得幫流有沒有 下車就是要尿尿上車就可以睡覺 然後 上車要買導遊 介紹的歐彌 對對對 對對對 大概就這樣吧 所以我們就是 但是跟團 也有跟團的好處 對 如果你完全就是不想做功課 只是想要出去 單純出去放鬆 放鬆 對 那其實就跟團也不錯 就是坐著 就卡帶你去哪裡 你就去哪裡走走這樣 對 而且我是覺得 日本算是 自由行 就是你剛開始自己自由行 一個很好的地點 對 很方便 很好的國家 如果說是到歐洲 或是其他地方去的話 跟團也會比較方便 是啊 看地方 這個地方 也有我們國家進 文化也相近 我最喜歡 他是那個 他的中文跟我們的 中漢字 有點接近 有沒有 有時候你不知道 你大概也可以猜得出來 就這樣的旅遊 比較放心一點 沒錯 如果是去韓國自由行 我就看不懂韓文 韓國自由行 韓國 不過他們就要有中文菜單 現在很多都把 像日本、韓國都有很多那種 留學 留學的大學生 或是一些 會講中文 對對對 會有那個服務員 會講中文 應該不用怕 也是 而且我們還有翻譯機 收工 各位 我們還有 準備 收購翻譯機 對啊 我們出門的三兵閉器 對啊各位 這個是雙向的喔 這個可以雙向溝通的 對對對 對 就是我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講話 講完 然後他就幫我翻譯日語 我那天講什麼 SASUKE喔 SAS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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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再看看說 看實際的使用 不過我覺得 發明這個東西的人 真的是 蠻聰明的 這個造福了很多 我們那個 要旅行的這個人 對啊 而且你帶了它 你就覺得 有那種壯膽的感覺 安心度 對啊 好像帶了一個 隨身的翻譯人員 翻譯秘書在旁邊 對對對 我覺得還不錯 好 各位那我們就先到這 到時候到機場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對 如果對我們行程 有興趣的朋友 再留言我們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好 OK 就這樣 掰掰 掰掰